小蘭哥 蛤? 你不覺得男人大嘴巴很討厭嗎? 怎麼會呢? 男人嘴巴大好啊 你沒聽張維中老師講 嘴大吃四方 張維中老師的話你也信 歐爾丁 對不對?嘴大吃四方很好啊 人家指的不是這個大嘴巴啊 人家指的是那種 有處理過的也講 沒處理過的也拿出來說嘴的那種大嘴巴 你講到這裡 我跟妳講我還聽過好多我都沒有講 誰? 誰? 他肯定是那個有沒有 誰? 他的我都知道沒關係 誰? 我聽起來 會假小蘭哥 小蘭哥我發現你這一次定型硬噴很多 什麼?後面沒叫 固定了是不是? 沒有我是說叫他 因為剛剛換過 沒有弄太強 對啊 我叫他噴跟那個Paul同一罐就對了 那不用噴啊 所以男人最對不要碎嘴 你知道嗎 男人要做一點留給人家探聽 要做口碑的嘛對不對 對呀 我們今天的聊呢 男人大嘴巴真的好嗎 我們今天請到女人團 這三位號稱我們演藝圈呢 嘴巴最小 最緊櫻桃小口 好不好 好 歡迎我們三位女人團 歡迎 當然呢我們這邊呢也都是做口碑 風度翩翩 歡迎聯合國行啊 最大不是病 大起來要人命 新男們也深受其害 像是夢多 被前女友嗨到喪失男人尊嚴 大街則是被媽媽搞個顏面掃地 而台灣代表則是劉志漢和破 今天將大爆演藝圈的八卦內幕 到底會有什麼精采內容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三位口風最緊的 他們有什麼話要說 其實我真的覺得八婆跟多 叫什麼 愛講話不是女人的專利 其實我後來往往發現說 男人比女人更愛講話 怎麼可能 蓋琴列車掌是這種人嗎 對啊 我拜託我只要經過那個化妝室 我就聽到小良跟那個 等一下是在講工作的事 有一些舒嬅服的姐姐 真的很愛問 你很愛講啊 她說很愛問 他們就是勾引我們 好奇 你知道那個是老婆說的那個 對不對 那我們仗義職有沒有說 沒有 她不是跟那個 她是跟那個 你不覺得就講出去 我跟你講真的 因為我今天來到說 傑克最近好紅上新聞 還要說我跟你講 他跟小禎那個怎樣 我們這裡有當事人澄清專線 他就放了小禎的澄清專線 給我聽 對 所以說那個 而且 小良 而且美孝姐常講的一句話就是 男生只剩下什麼 一張嘴 是不是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來看一下Julie姐 你這裡有什麼金玉良言 你知道嗎 男人喔 就是在什麼場合講什麼話 是 如果愛講八卦 那在化妝間是OK的 當一旦呢 如果你到了一些 就比較重要的一些聚餐 有長輩在的時候 是不是就要 有一點講點 有一點台面的話 要有一點理解 但是如果 人家綜藝看會怎麼樣 名流春會大獎黃色笑話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大家都有頭有臉 是不是 我也是這種 你知道嗎 沒頭沒臉 七月過了 可是我覺得 她的這個位置 講黃色笑話是很OK 帶氣氛啊 對啊 而且這職業病嘛 因為以前都秀場都很喜歡講這一種 對 但是 那是在秀場 你剛剛都講 可是 Julie姐像比如說小哥 他講黃色笑話 他就會笑得很開心 也不覺得他怎麼樣啊 可是為什麼你家那個講 幫他開一個單元小哥講故事 對對 有有 所以是不是小哥沒關係 台德金鐘獎那個節目 真的 可是你要知道我們在這個餐會 是有大概三十幾個人喔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國外來的一些貴賓 然後呢 大概的年紀最大的103歲 然後呢 最年輕的也有大概75歲以上 然後最年輕的 怎麼都這麼老啊 只有50萬歲 那是哪一個協會的還是什麼 那請問一下 你一坐下來就跟大家講說 欸 我跟你們說 就講了一個黃色笑話 哎唷 天啊 促心血液循環 對 那103歲的敢撞得住 沒有 上風我告訴你 來 反正重聽也聽不到 尷尬死了 我就覺得說 你幹嘛在這種場合要講這樣子的話呢 然後 他居然還跟我說 你沒看那個奶奶笑得那麼開心 我說奶奶是因為重聽 什麼都沒聽到 他整個光笑 我跟妳講 聽完卡龍美巴 都可以跑得很快 真的 我覺得男生這個 有時候真的要看一下場合 來 尤其我們家這個 是 雖然台灣講黃色笑話 可能會覺得比較不禮貌 那如果在國外咧 有一點點的色情的笑話可以嗎 因為不是外國人比較幽默嗎 也不行嗎 我們日本不行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那是我啊 喝酒下去 你真的沒人在講啊 那是我 酒下去就開始講了 我是可以 他在後空間就在講啦 你拜託怎麼可能 我是可以 你發音太快了吧 我還沒講 我還沒講耶 轉過去 你叫什麼轉過去是不是 轉過去 嗨 回來 你也轉得太快了 對啊 沒有日本真的不行啦 對就是 也是看 看那個情況 就是 想背在這裏 想背在這裏 都不敢 可是我們在美國之前 有遇過這個狀況 想說 男男女女 而且是年輕人 想說講的時候沒關係 結果 沒想到一個人才講完一個 英文的這個黃色笑話 當場有個女生臉就啪 垮下來 她還說 小心你 Behave yourself 就是小心你自己的行為 我可能要告你 你可能犯了性騷擾的罪 所以有時候在國外 我是說講黃色笑話 可以 但你不要性騷擾應該沒關係 沒有 她只是自己講 但是那個女生已經覺得說 我已經有點不舒服 我們聽一下正紅的外國人好不好 有一些人他們真的比較傳統 我覺得 這樣 怎麼不是一樣都是 破哥的講師 怎麼會變黑的 就說白的 黑泡 今天會比較帥 你好 你們現在讓觀眾很糊塗哎 對啊 他們以為看電視機有問題 對啊 有一些人他們真的比較傳統 所以他們聽到這些東西 可能會比較不舒服 不舒服 張備啊 我不敢講 因為我們家都是基督教的 所以我不敢這樣子講 但是如果是一些人 而且再喝酒或是幹嘛的 我覺得是OK的 對 我覺得就是看場合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妹的啦 我的呢 拍戲巧遇高中情敏 太小了吧 這會有什麼關係嗎 大嘴巴 解釋一下 我們家那口子呢 就是去拍戲 然後拍戲她就剛好遇到 他們那一檔戲的輔導 然後那輔導就跑過來講說 欸 你老婆是不是叫那個誰誰誰 她就說喔 對啊 然後那個輔導就講說 喔 我是她高中同學 就我的高中同學 然後她就回來就問我說 欸 你是有個高中同學叫什麼名字這樣 是不是叫六月 我就說喔 對啊 她是我高中同學啊 然後就這樣就結束了嘛 然後我就跟她後面就是話家長 我就跟她講說 喔 她說你跟這個同學很熟嗎 我就說 舊同學 她以前蠻討厭我的 我老公都問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她那時候 在班上暗戀了一個男生 暗戀了一年 結果我轉過去之後 那個男的就變成我男朋友了